Izu,CBX日本巡演8万歌迷捧场,博贤便臭手2万元只抽到气球。 韩国当红男团Izu的成员神,博贤和XIMIN组成了小分队Izu,CBX,他们在上个月推出了第一张正规日文专辑Magic,同步也前往日本举办Magical Circus。 Tour 2018巡演,次次演唱会是以马戏团乐园为主题,从横滨开始起跑,之后会在福岗、明古屋以及大阪一共进行8场演出,巡演吸引8万歌迷捧场。 而在横滨开唱时,Izu队友,世勋和灿烈夜现身力挺。 这次的日本巡演,Izu,CBX几位团员做了精心的安排,之前从准备到排练都提前来到日本筹备。 所以最终演唱会的圆满成功,对于他们来说意义非凡。 而正式开唱后,团员们还在演唱会现场大方秀出苦练多时的日文,XIMIN信心满满地说道, 这是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演唱会,大家请进行享受吧。 话音刚落,全场歌迷立刻响起尖叫那喊,而沈则表示,今天就像是花朵盛开的好日子,将让人无比怀念。 对于Izu,CBX首次来到日本举行巡演,XIMIN也感性表示,明明只有我们三个人演出,但却一直有其他队友也在身旁的感觉,这让我有点困惑又充满惊喜。 不过,这么多暖心的歌迷来到现场支持,我很感动,感谢所有人。 当然,XIMIN的感觉并没有错,因为他们的团员世勋和灿烈也来到横冰的欣赏VBX的演出。 所以,队友确实一直都在身旁。 而虽然,他们最近忙着为日本巡演做准备,但还是专门抽空拍摄了Izu的爬格子世界旅行综艺节目,几位团员一起到鸟曲县,地鸣,去玩乐吃河。 有趣的是,当他们在妖怪乐园玩道具抽奖时,沈和XIMIN都抽到了实用的鬼太郎环宝袋,只有薄贤便抽手,花了二万元只抽到气球。 让沈笑大肚子疼,报效调侃,这可是一万韩元,约人民币六十元,的气球啦。 你要好好珍惜呢,好贵的。 真是活力满满的Izu啊。 参考来源 。